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罗就跟他们大大纷争辩论 好 大集中到耶路撒冷 所以这些人全部到耶路撒冷去 到了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彼得是权威 彼得在哪里 如果彼得说 保罗错 那保罗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了 如果彼得说 保罗对 这些人可能连彼得都反对了 所以彼得说 一定要很谨慎 以长者的身份 以顺服圣灵的身份 以圣经总原则的处理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后来他们争了很久以后 彼得就站起来 彼得说一句很伟大的话 他说什么呢 你们叫人家行立法吗 收割礼吗 我告诉你 从我们的祖宗到今天 没有一个人遵循过立法 保罗否定了 从摩西到彼得的时候 没有一个犹太人真正遵循过立法 所以他说 不要把我们之前不能复的恶 加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 我非常佩服 这样诚实 这样大公无私 这样真正了解人性 这样真正客观处理事情 这个就是今天教会很多人不敢做的事情 彼得说他们不需要受割礼 他们不需要以为受割礼 守了律法才能得救 因为连我们犹太人从古至今 没有一个真正性 行律法的 现在还要用这种自己不能负的恶 挑在外邦人身上 逼他们做吗 我告诉你 照样的 性功能的存在 性骚扰所带来的困难 是事实 是神所造的 但是有许多许多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才有的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不能担的责任 别人一定要去做 有一个传道的人 绝对不可以思维 我讲得很大声 我把他叫来 我说 那你自己有没有 他说 你不要问我的事情 我是谈原则 我说 是谈原则 那个人问问题是谈个人的事情 你是不是榜样 你做得到吗 你为什么把自己不能负的恶 应应夹在别人的身上 我不要跟你谈 你去问上帝 我告诉你 最容易解答的问题 就是逃避现实 把王牌拿出来 上帝 圣经 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原则 有一些真正要我们注意到的东西 并不是像你把它简化那样简单的 犹太人吃饭是洗手的 耶稣的门徒吃饭不洗手 然后犹太人就说 你的修身 为什么不洗手 耶稣说 我忘记告诉他了 其而喜乐 不要羞辱我名 耶稣不这样说 耶稣反过来说 你们洗手才吃饭 我告诉你 进到口里的 不使人肮脏 从你口中讲出来的那些败坏的人的话 才死得浪脏 耶稣不拒你于世界 耶稣不捆处自己在那自聚中间 因为自聚是叫人死 精益是叫人活 所以如果你的少年对你说 老师 我自慰了 我没有办法 那你怎么回答他 你不能说 不要紧 一直坐吧 你也不能说 你绝对不可以 那是会死的 你不要瞎他 如果你瞎了他 他在座没有死了 你死了 老师 你说这个是很伤身体的 这个整个元气弄 不要那样瞎他 你告诉他 这是不好的 为什么不好 因为如果好 为什么你做了 你会感到良心自备自己呢 这一定是不好的 但你很难不做这个事 因为你现在长大了 所以我给你的答案是 你不能歪弃四身 你却要用圣灵的能力 戒指自己 因为圣灵戒的果子 第一是人的爱 你用圣灵的爱心去关怀他 最后告诉他 圣灵果子最后的表现是什么 戒指 如果你让他放纵 你是给魔鬼留地步的 如果你压制他 你是根本不符合 事实强逼人做不能做到的事情 如果你告诉他 你长大了 你有这个需要 但是你要求主的灵带领你 使你能够自己控制自己 有所皆知 那你真正不能做到 你真正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祷告主啊 我不能 我有这个需要 主会了解你 主会赦免你 但是主会给你力量 使你可以胜过这些 然后有多少次你会得胜 你就有多少次得胜 那其他呢 只能说我们在最后中间被造的人 有这个需要 我们没有办法有像圣徒那伟大得胜的能力 我们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 用这样的办法 来解决有关的智慧的问题 无论是男 无论是女